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远东福音会的总干事于厚恩 在疫情的底下,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受到影响 很多神的人女常跟神求的是超能力 我们跟神祈求,希望可以让有一种能力可以让高山低头 可以让河水让路 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呢 说他得到了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是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 他凡事都能做 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并没有做那个字 他凡事都能够 他能够,他到底跟神求了什么能力呢 保罗说他在各样的状况里面 他都能够,他都能够怎么样 他都能够适应 因此我们需要跟神求 在各样状况,生活形态的改变 出入需要戴口罩,受到限制 但是主啊,你把那个适应的能力给我们 天父我们向你祷告 也为收看影片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让我们在适应的能力上面 可以和一般的世人是不一样的 主啊,你帮助我们 可以在适应上面立上加力 愿你格外恩待赐福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愿神赐福你 主啊,愿神赐福你 是奉主啊,愿神赐福你 我们要为祝福你 在我们一起 感谢观看